只要有環境Ready之後 然後也有模擬器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執行到這邊來 可以Walk了 那你就是主要幾個幾個點 比如說我們去建一個Hello World 上面一個 假設我們後面 如果要再建一個Layout 這個Layout的部分的話 上面就是有一個按鈕 按下去它可以改變上面的這個Test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如果你 應該前面你們也有 上到類似的東西吧 有沒有Walk有嗎 那如果可以執行過去 也可以看得到結果的話 那表示這個環境是Ready的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逐步的 再來往後面看 那基本上的話 我們後面 我們大概我們來看一下 那再來其實我 課程本來有規劃 就是說有一些這個產業的狀況 不過我想這個應該不是我們重點 因為壞話太多 我再把重點跟各位講一下 基本上就是說 目前的銷售量 其實 最近的 應該是 這個這幾年的變化 其實非常大 像Samsung的銷售量大概 2012年的這個數字 已經突破一年大概是 一億五千多萬支了 那iPhone的話 一年的這個銷售量 已經到一億兩千多萬支 這個是2012年的 再來到2013 這個數字也一直在提高 所以一整年的銷售量 基本上已經從兩億多支 三億多支 四億多支一直往上爬 也就是說這個還在提升當中 另外除了手機之外 那個平板的銷售量也是 這個非常的嚇人 所以這部分的話 像最早是開第一槍 是那個什麼 亞馬遜的那個 Kingdom 那現在iPhone等等的 那裡面的銷售量 大概就是 目前看起來是 iOS 本來是iOS iPad 佔有率 本來是八成以上 不過現在好像跌到 已經不到一半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趨勢 那現在7吋等等的 那一個趨勢的話 大概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一個趨勢 我想現在的手機 從去年的那個 WMC的這個 一個趨勢來看 就是說 最少是四核心 而且現在已經八核了 已經好像八核已經慢慢 成為慢慢越來普及嘛 那這個Size的話 越來越大 而且解析度越來越高 現在好像已經 iPhone的Plus 它是5.5吋嘛 那我想5.5吋應該已經一個 極限了吧 6吋我也試過 像現在最近 也因為續約的時候 也辦了一支 那個什麼華碩有的 ZenFone 6吋的 我想6吋 續約價也才多少錢 很非常非常便宜的一個價錢 可是有個問題啊 太大隻了 好像放口袋 真的不方便 KK的 後來還是覺得好像差不多 5吋是5吋也有極限的 而且你會發現現在越做越快 然後另外的話可以用什麼NFC做短距離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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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 那裡面的話NFC呢又可以跟什麼優優卡做做那個結合啦 將來的話網路購物也不是問題 像香港的那個巴達通卡有沒有 它已經可以跟那個淘寶網做連結 就是你淘寶買東西有沒有 直接用什麼用巴達通卡 但是你手機必須要有NFC的這個晶片才能夠讀取 另外LTE這個已經4G啦 大概已經非常普遍了 另外的話 除了說 什麼功能都有 但是就是要平價 不過平價的手機我發現好像都沒有NFC 而且好像也沒有LTE 所以還是在高 不過將來也許這兩 這些東西通通都會平價起來 只是說時間的長短的問題 再來的話就是說有關那個智慧家電啦 智慧汽車啦 智慧導航 這也是趨勢 還有智慧的控制 不過在台灣 因為我有些業界的朋友 我也問了一下 其實說真的 這些技術 還是決定在日本跟美國 台灣好像有些東西 既專利部分都還沒取得 所以沒辦法取得 而且成本太高了 再來的話有關那個需求部分 這個APP的爆炸性需求 其實我們從幾個數字來看 這個這個數字是 應該是20 2011的吧 可是這個2011的時候還不到100萬個 總total Apple的大概67萬個 Android的大概30幾萬個 total大概100多 total100多萬個 Android才39萬 你會發現 再到現在 最近我2013的第二季 你會發現 這個2013的第二季 Android的下載 這個應該是下載的量 有沒有 已經超過什麼 超過這個iOS了 然後但是 這個下載次數超過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各位要特別關注一下 其他的話我想 Android的這個 使用部分 我想各位盡量多去使用 如果說你要設計之前 多去使用相關的手機等等 其他我想這些App 這個是應用課程 我會特別希望同學 會去下載並且使用 比如說各類型的 像交通運輸類 像什麼個性化的啦 或者是一些 健身碩身等等的 比如說像 我最近比較常用的是什麼 用那個交通運輸 其實像現在出國旅遊 都非常的 非常的普遍 那現在像我現在出國 我發現 只要App 很多問題就搞定 像訂機票 或者訂車票 其實App一點就馬上可以去 你只要到櫃台去領票就可以 那付費的話 線上付費的機制也越來越普遍 還有像什麼 訂一些那個飯店 發現非常非常方便 像我昨天 我前天去南投玩的時候 那我就住彰化 結果我完全沒訂房 到當地的話 我就選了 像Google Map上面就有了 你就找一下有沒有 而且我會找那個 四顆星以上的 過去先打個電話問一下 有沒有房間多少錢 直接過去 只要四顆星以上的 感覺到還不錯 底下還有評論 看一下 不錯 過去感覺 真的也還蠻不錯的 所以相關的 實際住行預測 都會跟App 有一定的關聯性 所以這些我想各位 多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因為你在設計之前 你不知道說 實用者需要什麼 譬如說你設計出來的東西 我想也不見得一定會符合大家的需求 那其他還有這個地方 Java跟Android的工程師其實需求大增 當然不用講 這個語言部分的話 Java跟C 目前應該是最大宗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人力銀行的一個調查 這個數字好像比較舊一點點 我前一陣子有上課的時候 有稍微在Google一下 你會發現 有一個類型的工作需求大增 就是那個Java類裡面的JSP工程師 一下子增加好多 JSP的方面工程師 那有關那個Android工程師 這個是 這個是有一個同學 一個一個學生 他傳了一個訊息給我說 請我幫忙找一下 有沒有認識的人才 裡面的話呢 他的工作內容 大概是這樣 也在Android相關的 工作地點是在信義區 薪資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主要是這個 四萬五到六萬 四萬五到六萬 他問我有沒有認識的 幫我問問看 我再幫他問問看看 OK 四萬五到六萬 大概是這樣的行情 OK 另外這個也是Android工程師 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第一個 要開發經驗 請附上作品 所以我一直強調 你有沒有作品很重要 另外 但如果你沒有做 如果有作品又有證照 當然更好了 請上添花 那可以做什麼呢 當然第一個 你要知道Enjoy 還要知道iPhone 最好你iPhone部分 也要能夠知道 不過目前的話 兩者都需要的狀況 其實也蠻高的 所以說 如果你兩個都可以搞定的話 那更好 然後底下的話 這邊有個工作地點 是在中和 然後平常工作可以選擇 在家中 或在公司 完全彈性 這個應該對各位來說 應該是有誘因的 如果你今天不想要去公司的話 你可以在公在家裡就可以 因為其實說真的 你coding 你在哪裡coding不也一樣 甚至你可不可以帶一個 像現在好像一定要買個L 然後呢 在Starboss坐在那邊 可不可以coding 你可以啊 如果說剛好 有 有 對 你在那邊久了之後 會不會多認識一些人 也有可能 然後 OK 然後工作沒有特別規範 一個人習慣 然後有什麼 這些 然後 薪資 5萬塊起 保障年薪13個月 OK 這樣應該感覺還 還OK 還不錯 如果你工作幾年之後 應該 而且 調薪的幅度 調薪的速度 其實會跟著你的能力 做調整 所以你越拚的話 相對的你的薪水 當然會越高 那像我之前有同 有學生也是做了一些作品 我會把它放上來 那其實也做了這一些 有像什麼 車子的什麼指南針 比如說你車子停車的位置 你不知道 你可以裝這個App 記錄下來之後 就可以知道你的車子的位置 還有什麼雲端叫號 還有像股市達人 另外還有像什麼 出差記事本等等 學生的作品 那有學生做一個有點像 八位元的那種遊戲 它這個有點像怎麼樣 就是說啟動的時候 建一個service 就啟動 會有一個小圖師在那裡 可以移來移去 有點像那個Facebook裡面 有一個聊天的那個小 小軟體 它浮在上面 你可以移來移去 他做了這個效果 他有跑來問我 怎麼做 我大概跟他講一下 那學生好聰明 但這樣吃工具的學生 回去的話 大概花個幾天 就說他做好了 並且寄給我 我幫他試了一下 不錯 真的有做出來 OK 像這樣的東西 還有其他輕鬆找車等等的 有一些導航的功能 好 那再來的話有關 這個建構 這個Android開發環境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的時間不是很夠 所以我已經幫各位 打包好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就剛剛各位下載的那個東西 那那個環境怎麼建置起來的 我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因為坊間目前開發的 開發的Solution一直在改變 那哪一個最好 說真的沒有沒有標準答案 最好是怎麼樣 大家的需求老闆端是希望怎麼樣 你開發一個 它又能夠符合Android 又能夠符合IOS 然後做一次工就可以完成 然後最好Windows Phone 什麼其他也都包進來 那目前有沒有這種Solution 當然有啊 只是說好不好呢 問題 各有不一樣的問題發生 那如果說你要很Perfect 目前沒有啦 那怎麼辦 見招拆招囉 那以目前 如果說你要開發原生的Enjoy的話 那用Eclipse這樣開發方式 應該是算是最最基本的 可是問題這個還是 它的最大的缺點就是說 你要能夠 你要把這個東西技術學會的時程 會拉的比較長 但是如果你要用一個簡單的方法 比較快速的開發 一般 之前我還有教到有一個叫Fone Gap的 Fone Gap Fone Gap 或者是類似像這樣的套件很多 它可以幫各位用什麼 用做網頁的觀念 就可以快速的開發出Enjoy 也可以開發出那個IOS上面需要的App 不過它的缺點就是說 它最後要Coding的時候 會很痛苦 因為你要在Dreamweaver底下 要Coding寫Code的時候 哇真的很麻煩 因為它的語法用的是什麼 用的是那個JQuery JQuery Mobile 就是用那個JavaScript來開發 那當然有各自的優缺點 那當然我們今天用的講的是有關那個在Enjoy裡面開發原生的 原生的怎麼做 特別注意它需要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Java 那特別注意如果說你今天是在 比如說 因為我現在裝的Eclipse版本是32的 因為我去Dreamweaver的時候 你在到Eclipse的官網上面去 它會問你說你是要64位元的 還是32位元的 那我Dream的時候是用32 為什麼呢 因為32位元的環境在32位元可不可以用 可以用沒問題 在64位元的環境可不可以用 可以用 可是如果你今天當的是64位元 在32位元可不可以用 不行 OK 第一個 第二個是 如果你今天當的是Eclipse 32的話 那你用的JDK有沒有 Java的開發環境 一定要裝一個JDK 一定也要裝什麼呢 記得喔 不是裝64喔 一定要裝32的 所以如果你回家的時候有沒有 Download我的這個環境 然後你把它執行起來 它會跳出什麼 跟你講說它找不到相關的那個 應該是Library之類的 JDK部分 那記得喔 你就去那個Oracle的官網 因為Java已經被Oracle給變了嘛 所以呢 你就到Oracle的官網去Down 特別是喔 是32位元的喔 不要是Down64位元 這第一個 JDK 32位元 Eclipse 32位元 再來的話 Android要掛上去的話 需要兩個東西 一個東西叫做ADT 什麼叫ADT喔 其實簡單講起來就是說 你就要掛在Eclipse裡面的時候 需要一個外掛 這個外掛的話 就是所謂的ADT 那現在ADT有個最大的問題說 它的版本 大概兩週就更新一次 兩週更新一次 也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版本ADT 後面還要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ADT之後的話 還要再掛一個Android SDK 那這兩個版本一定要Match 如果你這兩個版本不Match的話 那你這個環境就完蛋了 OK 特別注意喔 所以喔 我剛剛有特別強調 如果你要update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因為Android那個ADT 它隨時都update 可是你如果updateADT之後的話 你的SDK要全部重新下載 如果你沒有重新下載的話 你這個環境呢就毀掉了 那如果要重新下載 其實真的是很麻煩 所以喔 如果你這些環境 假如說你不想要花太多時間 在這上面的話 你就download那個環境 解壓縮其實就可以了 那相關的連結在這裡 這個講義裡面都有 大概就是打包一下 我們就可以馬上可以開發了 那有關那個Oracle的JDK download 記得就是在那個Oracle的官網上面 你就去找到那個下載路徑 應該就可以 把它裝起來 再來的話 那個Java的環境變數 如果你是開發純Java的話 才需要去設定這個系統變數 不過我試過好像那個Android的部分 可以不需要設定環境變數也是OK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你要開發JSP的時候 需要去設定 可是如果你設定開發Android的時候 我印象中這個地方 這個Java Home還有Pace部分 其實是不用設定沒關係 那還有Eclipse Eclipse下載的網址 就是www.eclips 後面是點Org 那你下載的時候 我下載的是這個Eclipse Classical 就是傳統的這個 記得是32位元 它有64跟32 我比較建議啦 是下載32的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到 這個地方是在Google的Android的開發網站 那下載的話是ADT 先把它掛上去 這個地方有個 然後再來是Android SDK 因為我這個都手動 純手動 當然在那個 Android的官網上有ADT bundle 不過我講過 它那個算包得很新 可是問題很多 所以我比較不建議 如果你們是初學的話 你可以先用我的 如果說你已經有一點程度之後的話 你再去用Android的ADT bundle 除了這些方案之外 其實在那個Android的官網上面呢 還有另外一個叫Android Studio 這個Android Studio 它現在已經到好像0.β版 0.8級了 0.8級 不過我之前試了一下 還是覺得沒有很OK 不過後來最近暑假的時候 有一個研修 我去參加那個 用Visual Studio 裡面外掛一個套件之後 來開發Android 我發現那個還不錯 那個開發起來 真的已經解決了很多問題 但是那部分的話 因為你們這邊有那個Android Studio 其實也可以試試看 不過那個有個缺點就是說 它會有費用的問題 會有費用的問題 它是直接可以用Visual Studio 來開發 用的語言是用CShop的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 稍微看一下 那請各位再把那個環境先盪下來 盪下來之後的話 記得就是把那個 這個這個 Android SDK先設置 然後模擬器也設置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跑Holo World之後 沒有問題 那就可以後面 就可以繼續再來 往後面走